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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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們給大家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智慧財產權到底是有哪一些 那你們看在書上有提到智慧財產權 它的範圍 它的界定的這個範圍 在各種國際條約裡頭呢 它都會去寫這些智慧財產權的範圍 到底是哪些 那這些類別我就把它分成三類 一個是跟文化有關的 一個是跟技術有關的 一個是跟交易秩序有關的 那文化類的智慧財產權 就是著作權為代表 那技術創新的智慧財產權 就是發明跟新型的專利為代表 那跟交易秩序有關的 就是商標跟營業秘密為代表 那上次給大家看這樣子的一個 智慧財產權的一個體系 那要再做點說明的 是說大家可能會聽不懂說 什麼叫做著作臨接權 那上次有講過說著作臨接權 主要就是像表演人 或者是說唱片公司還有廣播公司 這些叫做著作臨接權的保護範圍 那新式樣專利現在在明年1月1號開始 要改成設計專利 它在保護的是產品的外觀 那產品的外觀嚴格講起來 它跟技術無關 而是跟一個社會的時尚 或者是流行有關 因此它應該是比較屬於文化面的 智慧財產權 雖然我們也是一起把它放在這個專利法裡頭 那這個跟交易資訊有關的商標是一種權利 那營業秘密它的範圍就很廣 它不管是不是具有技術性 甚至於是商業性的交易資訊 這些都可以當成是營業秘密 那重要的是說你要這個採取適當的保密措施 維持它的秘密性 好 那讓大家有這樣子的一個hold picture之後 那我們未來在講這些智慧財產權 在比較這種智慧財產權的權力的內容 或者權力的限制、權力的侵害 主要都會focus在這些比較重要的智慧財產權 特別是著作權、專利權、還有商標權 還有營業秘密這幾個領域來跟大家做說明 那上次給大家看過一些有關智慧財產權的價值 那基本上智慧財產權它的特殊性在於說 它在性質上是被稱之為五體財產權 也就是說它跟過去有形體的實體的物的財產權 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在民法裡頭有去規定 對於這個物的權力在這個民法物權篇裡頭 那物它基本上就在規定有形物 那智慧財產權它基本上不是在保護有形物 它是在保護一個無形的東西 譬如說這個有一個人他寫了一本書 那它可能譬如說早期就是用稿子寫、用手寫這樣 那這個寫完之後它的原稿、手稿 這個當然就是有形物嘛 但是著作權法不在於保護這些稿子的所有權 這些手稿未來可能會很值錢 因為說不定這個作者他以後變得很有名 或者是說未來的人其實已經不曉得怎麼樣寫字了 都是用打的方式打出來的 因此這些手稿都是迷足珍貴的 那說不定這些手稿你現在看它不值錢 但是未來可能在什麼各種拍賣會的場合 哇 那可能一賣就好幾十萬、上百萬的這些錢 那這些都是指的是有形物的 這對這些手稿的價值 這不是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 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是在保護它的content、內容 那今天縱使這個不是這些手稿 譬如說那有人拿到了這些手稿 看到了這些內容 然後呢就把它這個用這個電腦呢 就把它打了一次然後輸入在電腦裡頭 然後把它的這個文章、它的小說把它PO在網頁上面 那在這種情形底下 這個它所牽涉到的就是 欸 這個它並不侵害到手稿的所有權 因為它可能手稿跟人家借來看一看 然後呢這個拼音進去之後 它手稿又還給人家了 它不侵害到這個手稿的所有權 但是呢在這個時候如果它沒有得到原作者的同意 把這一些創作的內容把它這個PO在網路上 讓大家可以去下載 那這種情形就會構成對它的著作權的侵害 對作者的著作權的侵害 那不是對作者的手稿的所有權的侵害 那只要你能夠呈現出原著作的內容 不管你是用剛剛講的 用電腦這樣的方式去重置它 或者是說你可能就這個把人家的這個書 內容把它拿來印重置沒有得到人家的同意 那這些都會構成對這個書的作者的著作權的侵害 所以在這裡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有體物的所有權是一回事 在這些有體物上面所表彰出來的一些精神創作的內容 它本身又是另外的一個受保護的課題 那簡單講譬如說各位去買了一本王哲健老師的書 那買了之後你是變成這一本書的所有權人 但是你不會變成這一本書的著作權人 因為這不是你是著作啊 著作權是別人啊 因此如果說你今天這個覺得說 哇這個書太貴了 因此呢你就跟同學借來 然後呢整本拿到影音店去印一份這樣子 那在這個時候呢 你有沒有侵害到你的同學的這本書的所有權呢 沒有啊 因為你還是後來整本書原書奉還給人家嘛 那你有沒有侵害到你的同學的著作權呢 沒有啊 他也沒有著作權 因為書也不是他寫的 那在這個時候 你沒有得到原作者的同意 去把人家的整本書加以拷貝 在這個時候是侵害到原作者的著作權 那拷貝的是什麼 是這個書的內容 所以他基本上保護的對象 不是一個特定的有形物 任何的物件只要能夠呈現出 我的創作的內容 就是我著作權人的權力所能夠擠的範圍 再舉個例子 譬如說盜版書好了 今天譬如說盜版是一個作者 那他擁有這本書的著作權 那結果這本書實在是這個太暢銷了 因此呢就有人去盜版翻譯這個書 那一本書在印刷廠被盜版被印製 請問這一些盜版的書的所有權人是誰 雖然說他是盜版的是侵害所有權 但是問題是說他本來是一張一張的紙 然後被印上書的內容 然後被裝訂起來 他就變成是一個獨立的有所有權的物 那這一些書在還沒有賣出來之前 他的所有權都一直是屬於原來的印製廠的 那在這個時候雖然說他是擁有這些書的所有權 但是在這個時候 因為他並沒有經過原作者的同意去倒印這一本書 所以忠實他擁有所有權 他仍然會構成對這一本書的作者的著作權的侵害 侵害到書的作者的重製權 所以你擁有所有權並不表示你擁有著作權 擁有所有權也並不表示你可以對這一本書 以所有權權的地位去進行各種的使用 因為在這裡就牽涉到一個基本的概念的問題 就是說也有很多人喜歡會問的 就是那五體財產權跟有體財產權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五體財產權法、諸作權法、專利法這一些 它會不會構成對民法的有體物的財產權的 一個特別規定 那會不會因此限制有體物的所有權人 去使用這個有體物的方式 譬如說今天你去書店買了一本正版的這個書 那你是書的所有權人 那你是書的所有權人 你買到這一本書 那當然目的就是看書嘛 對不對 那你就把書拿來看 然後呢這個有些人看書 就有這個畫線的習慣 然後筆就拿起來 然後看到精彩的地方 就這個畫讚讚讚這樣子 書不能夠按讚了 但是至少你可以畫一些線 多畫幾條線這樣子 或者用銀光筆這樣把它畫起來 哇這個經典的句子這樣子 或者是說有些人看書喜歡摺角 他就把它摺一摺這樣子 那請問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因為這本書是他的 不是他是借來的 如果是借來的朋友的書 他可能就不能夠隨便亂畫了 對不對 但是是他買的書 在民法大家都學過物權 這個物權裡頭所有權人 有使用、收益跟處分權 對不對 因此他使用沒問題啊 對不對 然後呢他看一看 然後覺得說這本書真的是爛書 網會我花了多少錢 看完之後呢就把它丟到這個頭去 可不可以?可以啊 他看了這本書之後 覺得說這本書實在是不錯 然後呢 這個借給他的學妹看 可不可以?可以啊 因為他是所有權分嘛 他高興給誰用就給誰用嘛 對不對 然後看到學弟的話就說 那我要重給你這樣子 那他是所有權分 他高興怎麼樣做都沒問題 但是他今天可不可以說 那既然我是所有權分 我高興怎麼樣做都可以 我看了不喜歡我可以把它丟掉 我甚至說把它撕掉都沒有問題 那我把它拿去影音機上面印一印看會怎麼樣 那理論上講起來 你把它拿去影音機上再去印這件事情 也是屬於一種使用的行為啦 或者是說你把這個書把它拿來掃描 然後把它傳上廣去 這也是一種使用的東西、行為 如果今天這一本書是沒有著作權的 譬如說這本書它是古代的書 那現在人重印這樣子 那這些什麼《紅頭夢》啊 這些《西鄉記》啊、《西武器》這些 都沒有著作權了 那你高興怎麼樣做都怎麼樣做 因此也有人就把這些書 就把它這個打成數位檔 然後傳上網去 那這些沒有著作權的東西 高興你怎麼樣用都沒有問題 但是有著作權的東西呢 你的使用的方式就受到一些限制了 剛剛講的只要它是沒有著作權 你高興印它幾次就印它幾次 你高興把它送上網去 就送上網去沒什麼問題 但是它有著作權 對不起 你這樣子做的行為 就會構成對著作權的侵害 在著作權法上就限制你 不可以做這樣子的使用的行為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著作權法雖然說它是在規範 無形的財產權的保護 但是它也會這個因而造成 對有體物的使用的方式上面的一些限制 因為你在使用的過程中 你是涉及到這些書的content那些內容 那這些內容是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如果這些內容是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那你的使用方式fine everything fine 沒問題 但是只要這個東西是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那你使用的方式是特別針對這些內容 你去把它重置它 那在這個時候你就會構成對著作權的限制 這一個侵害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無體財產權它確實是會對於這個 既有的民法體系的 這個有體財產權的權利的使用 造成一些限制 那無體財產權為什麼重要 因為它保護的不是限定在特定的有形物上 我不管你依附的媒介到底是什麼 只要你能夠呈現出我創作的內容 你沒有得到我的同意 就構成對我的權利的侵害 因此它的權利能夠主張的對象範圍 基本上是無遠伏接是非常廣的 特別是說像著作權 那這個譬如說像剛剛講的 我是著作權人 那你如果任何一個有形物吧 好吧 你一棟房子 現在房子很貴 一棟房子 你擁有房子的所有權 一顆鑽石、珠寶 你擁有這顆珠寶的所有權 那雖然這個房子這個珠寶很有價值 這個可能幾百萬、上千萬、上億的錢 但是問題是說你的權利範圍 就只是這一個特定的房子 或者是這個特定的珠寶 不會急於其他的 你不會說我買了這個房子 可是這一棟看起來跟我這一棟還蠻像的 因此我主張說我的所有權急於那棟房子 不會吧 對不對 那你不會說你這個小錢 你戴著這個手上這個戒指 跟我曾經買過的這個珠寶蠻像的 所以我的權利急於不會 所有權基本上就是特定的物上面的權利 但是無體財產權它的範圍 就是不特定的物 只要你能夠展現出我的創作的內容 我不管你這個所有權是誰的 像剛剛講的這個倒印的這個印刷廠的老闆 所有權東西是他的 但是對不起你印的東西是我的內容的東西 是我創作我寫出來的東西 因此我可以對你主張權利 那甚至於著作權的這個保護因為這個… 在國際上是比較這個受到範圍比較廣 因此不只是在一個國家可以受到保護 在很多國家都可以同時受到保護 所以權利的這個範圍 它能夠主張的就非常的廣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這個它的這個價值啊 是比這個特定的有行物的這個價值 還要來得高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上個禮拜給大家看 這些上標的價值啊 或者是這些專利的技術的這些價值啊 專利訴訟啊 為什麼動不動這個損害賠償這樣子 就幾百萬幾千萬 甚至於上億的這些損害賠償 因為就像上次我們舉的例子 比如說這個Apple的什麼滑動解鎖的這個專利 對不對 那我Apple它有這個專利 好 那專利跟著作權是比較不太一樣 著作權的保護 基本上在國際上都是採取創作保護主義啦 而且在很多國家都是互相承認保護的 那至少在台灣所加入的WTO 只要你創作完成 你在全世界140幾個其他的會員國 你的著作雖然沒有輸出到那裡去 你的著作在那一些國家都自動受到保護 這個是著作權的特性 但是專利就不一樣了嘛 專利跟商標基本上都必須要到特定的國家去申請 然後經過審查準了你才可以在那一些國家受到保護 所以譬如說像剛剛講的Apple說 欸 我滑動解鎖我擁有專利 好 那接下來就要看啊 欸 你的專利的範圍你到底在哪一些國家有申請專利權 他說欸 我在美國有申請專利 那我們舉個例子 我不是很確定他在台灣有沒有申請專利 那譬如說如果他在台灣沒有申請專利的話 那這樣子的一個技術在台灣 就沒有辦法受到保護 所以在這種行為底下 這個台灣的廠商用這些東西做的產品 用這個技術做的產品然後在台灣賣 那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他在美國受到專利權的保護 譬如說在日本在其他國家受到專利權的保護 那你的產品如果用到了這樣的一個滑動解鎖 然後沒有得到他的授權或者是同意 你把這個產品把它輸出到美國去 他就能夠這個動用他們的這個 這個智慧財產權的這個保護的這個規範 在海關把你擋下來 我對不起 不准靜觀 因為你這些涉及對我的滑動解鎖的專利權的侵害 所以這些這個物體財產權他能夠主張的範圍啊 你看看只要你用到這個專利技術 他就能夠對你主張專利權的侵害喔 不管你今天是哪一家公司 HTC也好、Samsung也好 任何一家公司只要你用到滑動解鎖 這樣子的功能他就主張 雖然說這些手機的所有權都是個別人的 都不是Apple的 但是他就能夠對你主張權利 那能夠緊急的損害賠償的範圍就非常的高 所以其實物體財產權在這個 它的重要性就表現在這裡 那物體財產權特別是說在整個世界的 這個發展的這個趨勢上面 是特別是對於已開發的國家是越來越重要 因為已開發的國家 它基本上沒有辦法在這個產品的生產上面 來跟你跟這些開發中國家一較長短 因為開發中國家 它的人力比較便宜 它的土地可能比較便宜 它比較不care環境的污染 那可能各種稅也比較低一點 那可是已開發國家美國歐洲華 這些東西其實都很貴 因此生產製造的成本就高很多 那這些東西如果在這些已開發國家 去生產製造做出來的它可能價格就很高 因此就不見得是有競爭力 所以在整個國際上大家可以發現說 基於這樣子的一個分工 他們就紛紛把這些廠把它設到開發中國家去 那看哪裡便宜就往哪裡走 那這個譬如說 上回不曉得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你如果說到美國去 你說我買鞋子、運動鞋 那在過去差不多超過九成啊 都是Made in China 那因為China生產製造成本便宜啊 那最近這些年來 因為中國在這方面工資慢慢的就往上漲了 所以說你慢慢的可以看到有一些呢 我記得是Made in China喔 它可能是Made in Thailand Made in Vietnam 甚至於Made in Mexico 或者是說那些中南美洲的這些國家都有可能 反正它就是哪裡便宜 它就往哪邊做 那這些已開發國家 他們沒有辦法在產品的生產上 跟你去從事競爭 那它如何在整個世界的這個經濟體系裡頭 它仍然維持一個領先的角色 總是必須它要能夠掌握something 那掌握something最主要就是在前端的研發的階段 商品的這些研發 譬如說這個像剛講的Apple這些iPhone 那iPhone我想大家有應該在報紙上都有看過 一個報導就是有關到底哪些國家 從iPhone賺到最多錢這樣子 那哪一些國家賺到最少錢這樣 那你可以發現說大部分的錢都是美國賺去的 對不對 可是它沒有生產製造欸 對不對 但是它就是去研發去設計 design這些東西它是在上游 那各位可以想像得到說 如果這些上游的東西它沒有辦法 有一個權力去保護它 沒有一個法律去保護它 去保護這些上游的精神創作的成果 那請問它如何在世界的經貿的競爭裡頭 它繼續維持一個龍頭的角色 它今天研發出來的東西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無體財安全的一個保護的制度 那就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公共財 大家都可以用 那大家都可以用的這個結果 用了之後就去生產製造 那它基本上就沒有辦法來獲得任何的利潤 但是有一年我在去美國 那個時候小孩子還小 帶他們去迪士奈樂園 這個我想各位應該還是很喜歡 會去迪士奈樂園吧 因為迪士奈樂園也不是很 不是說適合小孩子的 像各位應該也還蠻適合的 這個能夠去迪士奈樂園玩 表示自己還年輕啊很好 現在我都不太敢去 因為去那些什麼這個高空的 或者是什麼這個雲霄飛車那些 那個會嚇死的 這個以前我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呢 在德國有Octoberfest 就是啤酒節 那啤酒節你們有以為說 啤酒節是喝啤酒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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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啤酒節太壯觀了 那全世界這個很少見的東西 它這個每一個啤酒廠 就自己建一個大的帳篷 那一個大的帳篷可以容納數百人上千人的 那種大帳篷 然後大家在這裡面喝酒 那這個帳篷 這個每一家啤酒公司 就一個大帳篷 甚至於不只一個 那就非常多 然後呢 除此之外還有戶外的設施 戶外的設施 最瘋狂就是那種 這樣繞好幾圈的那種雨校飛車 那我們當地文學生那個時候還年輕啊 每年就開玩笑說 我們要去體檢 去繞幾圈看下來還能不能站穩這樣子 那如果說這個還能夠站穩 表示身體還不錯 還可以繼續塗下去 那如果沒有站穩的話 表示身體越來越虛了 快掛了不行了 那剛剛講去迪斯奈樂園 那總是會想說 這個買一點這個禮物回來送的 對不對 那迪斯奈樂園都有那種填充玩具 那填充玩具 我這種人買東西 就喜歡去看人家的小標籤 你們會嗎? 你們會去看小標籤 說不是說它的size是多少 而是說它made in哪裡 你們會去看嗎? 因為made in哪裡決定 它開的這個價格合理不合理嘛 對不對? 那翻來一看 幾乎每一支都是made in China 那made in China 那這個就想說 買這種東西拿回去送人 那人家也一定會看小標籤 然後人家可能會覺得說 你這人不然沒有誠意的 到美國去玩去買made in China的東西給我 你不會去買made in USA的東西給我嗎? 因此買這種東西送的 你可能其實不見討好 那可是我就很有趣的說 欸一張小標籤 雖然它是這麼寫 但是它的背面到底是寫了什麼? 我就把它翻過來看 背面呢它寫的是licensed by Disney OK? 那這個一切就清楚了對不對? 如果不是這個Disney的授權 它不能夠做 我只是大眾使做了 它也沒有辦法輸入到美國 那美國賺什麼錢? 欸我授權給你做 那你每生產一個piece 那我要抽多少錢? 或者是說這個你賣一個piece 那我要賺多少錢? 你賣的越多我也賺的越多 就靠著這樣子的 它所擁有的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它的無體賽戰權 這種進行Disney的這些造型 通常都是屬於著作權保護的範圍啦 它用著作權 然後掌握這個著作權 然後透過這個用licensing的這種 授權的這種方式 來獲得它的經濟利益 所以重要的就是說一直 去創造、create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那當然也不是所有的 簡通玩具都是made in China 這個以前早期的時候 一些學生逼了業、結了婚、生了小孩 那當老師的 這個一下子晉升為施工這樣子 那總是要送點禮物啊 那送什麼禮物呢? 就不敢去買那一種鐵通玩具嘛 要讓他們感受得到老師的用心 因此就去買有一種熊 它耳朵上面有一個金耳了 有一個金色的一個鈕扣 你有沒有看過嗎? 你們上網去Google一下 我不曉得那種熊中文叫做什麼 有人有聽過嗎? 欸這個那算你又不要送你們了 欸那個熊那一隻小小的玩具熊欸 它是made in Germany的 那一隻都是好幾百塊 甚至要上千塊的錢欸 然後送了 那送了之後有的學生試貨 就說哇好貴 然後就把它逛起來 那有的學生覺得說 啊老師送了一個玩具 那玩具就給小孩子 然後就給小孩子 然後小孩子才剛生出來不久 拿著玩具就是流著口水 然後咬咬咬咬這樣子 然後一隻熊就被咬得爛爛的這樣子 那其他同學欸這個去他家看 看到說哇你小孩子 還真有錢在咬這種熊 那個那就很貴 那當然就是不同的地方 它的這個製造 譬如說它的手工或者它的價值 其實我覺得說它可能還包括說 它的mark的一個價值在這裡頭 所以這個講這個呢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在國際上 其實越開發的國家 它在生產上越無法跟開發中國家形成 在這個時候 它如果不強調智慧產權的保護 它就無所為繼了 那就沒有辦法在國際的經貿的體系上 跟人家去競爭 那這一些不管它是技術的也好 或者是它是商標也好 譬如說這些什麼運動器材 那個打個勾勾的 哇這打個勾勾就跟沒打勾勾差很多欸 對不對 你如果說到夜市去 人家會跟你講說 這個只不過有打勾勾 跟沒有打勾勾的差別 那材質都一樣那種都差不多 那你會買什麼 看情形嘛對不對 看你的口袋裡面薄不薄嘛對不對 那這個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那我還是買有打勾勾的 比較品質比較安心 那其實可能真的是差不多 但是你看在這個時候 它的商標的品牌的價值 在這裡就展現出來 所以在這種這個國際的這個發展上 其實在開發中國家啦 嚴格講起來 你也不太容易太去要求它說 要很強力的去保護智慧財產權啦 因為通常擁有這些智慧財產權的人 或者是一些國家大部分都是開發 都是已開發的國家 今天你如果要求說 欸開發中國家 包括像非洲那些國家 欸你們要重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喔 哇 那它可能很多商品 包括很多書籍 那全部都是這個 他們是屬於文化跟技術的輸入國 那如果要強調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他們不能夠有道館 不能夠這個去訪賣 訪貌 欸那在這個時候 他們可能就必須要花大筆大筆的錢 去買那些已開發國家 所生產製造的這些商品 因為他們是文化跟技術的輸入國 那在這個時候就等於是說 欸國家已經很窮了 沒什麼錢 然後呢再把這些錢捧著 拿去給這些已開發國家的廠商 讓他們去賺錢 那這個對很多國家 特別是開發中國家 這個經濟狀況比較不好的國家 其實困難度是很高的 因此其實對於這種國家 你要要求說你要去保護智慧財產權 他會跟你講說我吃都吃不飽 還保護什麼智慧財產權 那所以同樣的狀況 譬如說像在台灣早期 在我們還在讀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說實在的 原文書啊正版的很少 那那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對外國人的著作的保護 有很大的限制 其實不見得是有保護這些外國人的著作 因此很多出版社他們就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翻印教科書 特別是教科書喔 因為教科書用量大 那你看一般一兩百個學生 每一個人都去買一本原文書 正版的 哇 那這個不是大家都那麼有錢啊 因此出版社他就去翻印 翻印用現在的名詞叫做倒印 那過去講翻印比較優雅一點那樣子翻印 那印的微妙微銷 包括封面該彩色的也一樣是彩色這樣 那然後呢 用比較低的這個價格來賣給學生 那學生呢就回去買 那學生在過去的那個時代 也不像現在說這個什麼有Amazon啊 什麼到國外的網站去買書 有這種方便性 過去要買一本外國的這個書啊 困難度是非常的高 因此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跟這些出版社去買這些翻印的書 那在那個時代台灣經濟也還沒有起飛 所以大家生活其實普通普通 那在那個時代大家就真的就是說 也不是去 不是很認真的去看待這件事情 但是台灣差不多在1980幾年之後 就是美國70幾年之後 那個時候就經濟起飛 那個時候有一句台語叫做 臺灣吉陰卡吧 大家都聽過錢很多 那經濟發展很好 欸 在這個時候 我們為什麼經濟發展很好? 因為台灣那個時候的產業呢起來了 那產業起來大部分都是做代工 生產製造很多產品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的生產的成本還是比較低 因此就生產製造這些產品 然後呢就輸出到歐美國家 然後去賺取大筆的外匯 那後來美國發現說 欸 欸 台灣經濟發展不錯啊 可是我們看看我們海關的數據啊 輸入美國的這個仿冒品啊 台灣你是number one 那台灣當時根本也沒有什麼授權的觀念 那這個有什麼好的品牌 那可能就做什麼樣子的品牌 然後呢就輸出去 然後呢就去賺錢 然後也不管這些專利權的東西等等 那後來美國人覺得說 哇 你台灣人做的這些東西 很多是用到我們的技術 甚至於我們的 trademark 然後呢回銷回來美國賺錢 那因為你們是沒有經過權利人的授權 所以說權利人並沒有真正的 從你這樣的一個銷售裡頭去賺到任何的錢 錢全部都被你賺去 怪不得你經濟會起飛這樣 因此美國就說來來來來 我們來開始經貿談判 說這個台灣 這個尼納要開始重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啦 那這個怎麼個重視法 他就要求說你把你的法規 檢視檢視看看 看這些法規到底有沒有符合國際的保護標準 然後更重要的是說 你的這個enforcement就是執行 這些這個特別是說像盜版的這些執行 有沒有認真去取地盜版 那說實在的過去早期 在很多夜市地攤上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盜版的 不只是音樂還有影片 你們現在還有看到嗎? 其實還是有些有啦 你不能夠說完全沒有 但是跟過去的狀況其實是已經差很遠了 過去這個我就曾經看過啊 這個然後你看很多判決 你會發現說其實很有趣的現象 因為在賣盜版的人 他也不見得敢光明正大在那裡賣 因為那就會可能會有這個便衣的 然後假裝顧客來賣對不對 然後說啊 你在賣 然後就抓起來對不對 然後被抓的人呢 因為過去對於這個所謂的連續犯 有比較重的處罰 因此很多人都學會了 被抓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哎呀 我有夠衰 我今天第一次來賣就被你抓到了 企圖用這樣子來減輕他的責任 那很多警察都說不要Gay啦 那後來這些賣盜版的這些攤販呢 他們就聰明了 有誰在那邊喊說 欸 好Gay 我要買 我跟你講你去問 你喊了兩三聲都沒有人會答應 你會答應你 然後看你們這樣子一副 這樣子書聲的樣子 搞不好是派來臥底對不對 那搞不好被抓了給衰對不對 我自己也有親身經驗了 我就去試試看啊對不對 這個總是要有實證的精神嘛對不對 然後你就看到 這個地攤上在賣這些盜版的一些電影啊 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隨手發揚了 然後我說老闆老闆 結果大家都用很異樣的眼光在看我 因為會買這些東西的人 其實都不會喊老闆 因為他們知道交易模式是怎麼樣 那後來因為實在是第一次做 真的是很生疏啦 那喊了幾聲之後呢 然後就有一個人實在看不下去了 就站在我旁邊 然後呢就推推我的手 小聲的講說錢拿來啦 他假裝是客戶啦 在那邊看片子 其實他是老闆 或者是說後來發現更高招的 都是自助式的無人 沒有人在賣 完全沒有人喔 然後旁邊擺一個愛心的錢筒 你自助式的 台灣的自助一台就從這裡發展出來 自己取了 然後看多少錢自己放進去 真的沒有老闆嗎 不見得 這一攤在賣盜版光碟的 隔壁在賣水果 那個水果其實水果攤的老闆就是 這個東西他擺的 他看著要不然你有本事 你把那個愛心田筒 你把它拿走看看好了 他會追出來 所以在早期這種狀況真的是還蠻多的 那剛剛講的說 這個美國他就很重視這一些 說你台灣這些盜版 或者是說這些這個仿冒的這些商品 輸出到美國 那甚至於說當時資訊業開始發展起來 因此很多資訊產品也都這個慢慢的 就被美國的業者盯上了 然後這個三不五時就要台灣 要來提起訴訟 那而且在當時台灣的專利的侵害 還有刑事責任 因此很多台灣的資訊業界的老闆 就經常就受到這一些說 這個美國的廠商要來靠專利侵害 然後刑事責任這樣子的這些威脅 那美國他也透過每年的這些 台灣跟美國的貿易的諮商 他看看你這個取締盜版 或者是法貿品的成效到底是如何 那在這樣子 那美國又設立那個所謂的 特別301的那個一些觀察名單 然後把台灣擺在名單上面 然後你今年表現得不錯 就把你往下降一等 那你如果我覺得你的表現不好 然後就把你往上再提一等 那這個你如果說 這個在網上被提到對頂端的話 那美國就說我要實施貿易制裁這樣 那台灣政府就很緊張 就很怕被美國貿易制裁 那其實好像也沒什麼國家 真的被貿易制裁過 但是呢就大家就嚇得要死 那然後呢 一旦美國幫我們網上提一名 哇我們就政府就這樣子 大家緊張得很 然後呢就這個累利豐盛的去取締 這些盜版什麼東西的 那然後希望再隔年能夠把這些 數據把它降下來 那在美國這樣子的要求底下 台灣的智慧財產權真的有一些進步 這個過去其實很多國家不會像美國 這樣子強勢地做 但是美國他就直接這樣子要求你 他利用這樣子的一個貿易跟談判的一個方法 然後呢就要求你要提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的水準 所以從大概這個1980年以後一直到現在 台灣的這個智慧財產權的這個發展 其實說實在的 如果沒有美國這樣子用力地在這個追著我們跑的話 大概政府也不會那麼地重視 那當然這個隨著台灣的這個經濟的這個發展 那大家也慢慢地認識到說 那這些智慧財產權的這個保護 那你要用到人家的書籍你就不能夠去倒印 你必須要正版或者是說至少取得授權 那你要用到人家的技術來生產這些資訊產品 你也必須要去跟人家去談一個授權的合約 那也就是說用商業的模式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這些商業的模式其實在已開發國家 他們本來就是一種很常見的一種商業的 一種運作的模式 那我們慢慢地就也習慣了進入了這樣子的這個模式 所以這樣子就是說以保護智慧財產權來做一個前提 然後大家這個根據這樣子的一個 智慧財產權的一個遊戲規則來進行國際貿易 這個在台灣跟很多國家慢慢地都已經變成是比較常態 那這個當然這個智慧財產權的這個保護 在我們這邊一直也是有一些問題 包括法律制度面跟實踐面 這個以後我們上課都還會再去談 但是不管怎麼樣 現在在台灣你去看所有的這些 有在做這個產品出口的這些廠商 其實他們基本上都follow這些 智慧財產權的這個國際遊戲規則 因為你沒有follow這些東西 你這些產品也根本進不到那些國家的市場去 那所以這個特別是對台灣來講 我們也已經從生產成本比較低的國家 現在變成是生產成本比較高的國家 因此很多產品其實在台灣 已經沒有辦法說在這邊生產了 那因此其實台灣要走的路呢 就是以台灣國家的路就是像美國歐洲這樣子 就是要去重視研發這些上游的 那這個透過這個技術的研發 或者是產品的設計等等 能夠爭取到這個上游的這個角色 那你才能夠在台灣 讓台灣在整個全世界的 國際貿易競爭戰上面呢 站得一席之地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說台灣過去 已經含了很久的產業升級 嚴格講起來並沒有真正的在升級 所以說很多台灣的很多企業 其實對他們來講升級是很難的 因為台灣大概95%以上的企業都是中小企業 那中小企業你說叫他們做產業升級 我就沒錢吃都吃不飽 而且他們都是家族性的這個企業 那麼他們哪有能力說來投入研發 因此對台灣的很多中小企業來講 其實重要的是說哪裡 是可以找得到比較低的生產的分子 我就往哪裡去走 所以很多中小企業他們後來大陸開放 他們就出走到大陸去 或者是說現在大陸跪了 就跑到越南或其他國家去 但是在這個時候就是說 他們一直還是習慣於他們的模式 就是說在追求生產上面的利潤 那這個是滿可惜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政府應該要好好的要去輔導 這一些這個中小企業 雖然說他們研發能力是比較弱 但是應該要用各種這個產業發展的各種手段 來獎勵來鼓勵業者能夠往這一方面去走 那這樣子才能夠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甚至於說很多傳統產業 你如果用傳統的生產製造方法去做 其實你就是追求那些 就是說已經過時的生產的利潤 但是你如果好好的去輔導 我們不要說什麼 譬如說這個紡織的產業 大家都認為說紡織是西洋工業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說在這個布料的這個材質上面 你如何去做研發能夠開發出比較好的布料 用這些布料來做衣服 來做運動器材 那你在這一些開發出來的布料上面 你是可以得到很多的技術的研發的成果 甚至於可以得到很多的專利 那我就遇過有台灣的這一些廠商 有的廠商他就知道這樣的一個趨勢 所以說他就很重視這些這個對傳統產業 他本來是傳統產業 也一直是傳統產業 也一直是中小企業 但是他就很重視這些技術的這個開發 那技術的開發他不只是在台灣開發 還跟國際上一些這個在這個技術 在這個領域也是屬於領先者的這一些人 能夠多一些交流 那然後他們做出來的產品也能夠取得 像他們所開發出來的這些布料 都能夠取得美國很多這些重要的 成衣製造的公司的採用 那他們就走出一條路出來 所以其實在台灣在這一方面 真的就是說產業自己也必須要一些遠見 那不要去追求那種就是說生產式的利潤而已 那但是政府也應該要從旁去協助 那如果台灣再不走這一條路 再不努力去走的話 其實台灣可能真的就蠻麻煩的 這個經濟的發展 你也不能夠再走回頭路了 所以這個希望這個可以這麼說啦 如果我們中小企業或者台灣的那些 都越來越重視這一些研發 不管是新的科技研發或者是傳統產業的 這個新的技術的研發 這些到最後你還是必須要去靠 智慧產業前來保護這些東西 要不然的話你研發出來的結果 就被人家倒數一走 那這個你可能就沒有辦法獲得利潤 那這種情形在台灣最明顯就是農業 大家都知道很多我們開發出來的新品種 在台灣這個其實台灣的農業 其實真的發展得不錯 那很多新的品種其實在國際市場上 也有很不錯的賣相這樣 那可是這很多人就追求生產帳的這個利潤 然後就把它移到中國大陸或是哪裡 然後去生產製造 然後生產製造之後這個還譬如說銷售到日本去 這樣去打擊我們原來的這個國內的這廠商 譬如說這個毛豆 日本人很喜歡吃毛豆 那過去台灣的這個毛豆輸出到日本 哇真的是很棒的一個利潤的一個來源 因為台灣的毛豆這個品質很不錯 因為一直有在做品種的這些研發 那後來這些毛豆的這些品種被人家拿到中國大陸去種 種了之後輸出到日本去 那台灣的毛豆的業者就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就是說我們大家慢慢的 如果要往這樣方向去走 在研發上面要去加把勁 認為說研發這個是台灣未來發展的一個 最關鍵的一件事情的話 那大家就真的要有這種社會產權的這個觀念 然後甚至於說也要去強調這些社會產權的保護 要不然的話可能就不太容易再維持下去 那我們剛剛講的其實就在於傳達一個觀念 就是說這個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產業 它的商品在這個全世界的這個佔有 市場的佔有率到底是多高 其實不見得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它的技術的市場 它的技術市場的佔有率的高或者是低的問題 過去台灣在早期這個譬如說資訊產品 特別是說像電腦或者是說像scanner 這個其實在全世界的市場的佔有率都蠻高的 包括一些早期更早期的一些運動器材 在台灣的這個所製造的大部分呢 這個都下輸到全世界去 因此在全世界佔有率蠻高的 那一直包括到前幾年的這個空白的光碟片 其實也很多是在台灣生產製造的 但是問題是說這個如果我們只會生產製造 這些東西而不會去擁有或者是研發 生產製造這些東西的技術 那其實我們在世界的經貿市場上的這個競爭 其實還是這個屈居於這個弱勢的地位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形其實在幾年前 這個台灣的這個光碟片的製造商 就吃了很大的虧 那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講的台灣做了很多的光碟片 在全世界銷售 但是其實台灣並不擁有 這一些光碟片的製造的技術的使用權 真正的光碟片的技術 這光碟片的技術還包括很多 你這光碟片你這上面怎麼樣去 你的這個塗料本身的成分 那你怎麼樣把這些塗料把它塗上去 然後這個光碟片你怎麼樣去寫入這些資訊的技術 然後讀取這些資訊的技術 其實這些都是非常這個高深的技術 那這些技術專利都掌握在一些開發國家的手上 那台灣過去這個一開始就是完全在沒有任何的授權的狀況以下 就去做這些東西 那當然那因為你不需要付錢給人家 你就成本就降低了嘛 因此你在市場上全世界你就很有競爭力啊 然後你從全世界也賺了不少的錢 那後來這一些光碟片的製造的這個廠商 他們就來找台灣的這個廠商來談判 說對不起 你用了我的這個技術製造這個光碟片 那你必須要給我全力盡 那這個台灣的廠商那只好就跟他這個簽一個 所謂的技術的授權的合約 那結果過了幾年 技術授權的合約起滿了 那這個光碟片的這個在市場上的這個價格就當得很兇 大概現在還有人在買光碟片 有的人舉手 你們會去買光碟片嗎 是備份資料用的 那傳遞資料大概不會用光碟片吧 大概用USB或者是說在網路上這些雲端的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光碟 光碟片在早期 剛出來沒有多久的時候一片 大概就五、六十塊錢的海幣這樣子 那到後來就已經當到一片大概幾塊錢這樣子 那但是國外的這些廠商 他們要求你仍然必須要付 當時用五、六十塊錢的售價 所計算出來的權利金這樣 那台灣的廠商就受不了 然後受不了就跟這些國外的這些權利人 專利權人就有一些訴訟的紛爭 那台灣的廠商主張說要強制授權 那這些國外的廠商 他們就在國外的海關就擋你這些產品 讓你不進入他們的 不進入譬如說歐洲的這個市場 認為說你這個是屬於侵權的物品 因為你沒有跟他們再去續約去談這個 這個技術的授權合約等等 那就導致台灣的這些光碟的製造的這些公司 就受到很大的傷害 所以不能夠講受傷害受到很大的損失 所以其實你擁有商品的製造 或者商品的市場其實並不代表什麼 你沒有擁有這個技術的權利 那人家隨時要對你於取於求 你就只好任人宰割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這個也是剛剛講的很強調就是說 你如何去掌握這些前端的這些技術 這個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那你在外國這些廠商他們都很強調 如何在技術市場來取得領先的地位 他們不會跟你在商品的生產製造的市場上 跟你去競爭 那所以這個未來台灣在發展上面 其實可能還是要很強調這種權力的這種保護 那才能夠這個在世界市場上 能夠繼續這個有一些優勢 那對於廠商來講開發技術 在技術取得專利之前通常都是屬於營業秘密 那一個廠商如何去確保他的營業秘密 這個呢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如果沒有辦法去確保 你開發了一半的東西被人家竊取 那人家本來研發的時程是落後你相當一段時間 他得到這些這個你的營業秘密之後 他研發時程就趕上來了 那你就馬上就面臨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 所以很多的這些科技廠商 這個如果說以後你們有機會 進入這些台灣的科技廠商 然後進去之後你會發現說 居然不能夠用網路 只能夠有內部的網路 不能夠對外延網 害我們要看股票都沒有辦法看 其實現在也沒什麼好看 那這個不要太哀怨 那甚至於很多公司的這些電腦 他根本也沒有什麼USB插槽 什麼東西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這個保密房也最重要 怕公司的這些營業的這些機密呢 就流失了 所以有很多公司他們在FIRE員工的時候 開除員工的時候 他們不得不採取非常殘酷的做法 通常你們如果說學勞基法 你們會學到說雇主啊如果說要開除員工啊 你必須要多久之前要告知對不對 讓他可以有所準備啊 能夠再去找新的職務啊 新的工作啊等等 但是問題是說對高科系公司來講 你今天跟一個員工講說 你下個月不用來上班 他叔叔看他有10天的時間 他會做什麼事情 他一定會做很多自保的動作 他過去做過的東西 他可能都copy一片下來 或者是說甚至於這個技術比較強一點的 他可能在公司的網路上去開了一個後門 自己可以離職之後再回來逛逛 來拜訪老員工老同事 那這樣子對公司來講很傷欸 因此很多公司根本就不會事先告知 哪一天你去上班發現說公司裡面 很多人在門口列隊迎接你 你就知道該死了 因為他到你的門口迎接你 然後呢陪同你到你的座位上 把你個人的物件收一收 其他對不起 碰都不能碰 就拜拜 他寧願說多給你 譬如說本來勞基法規定說 他要兩個月或三個月要提前告知 沒關係 他就付你兩個月上的月薪水 你在家裡躺著 你不用來 因為對公司來講這樣子 你這個讓他來 然後在那邊搞東搞西 那其實對公司來講 這個他的營業的這個機密更不保 所以他們呢在這個高科技公司 對於這種這個機密的這個保護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這個至於營業秘密跟專利之間的關係 以後我們還會再談 那基本上專利權是一種排他權 但是取得專利權的前提 是你必須要公開你的技術 所以通常你去申請你的專利 然後呢主管機關審了之後 認為說你符合專利的要件 然後他要給你一個專利權 那他給你專利權的同時 他把你的技術刊登在專利公報上面 讓全世界都知道你技術的內容是什麼 因此專利的保護它的前提是 你必須要揭露要公開你的技術內容 就等於是說用你所研發出來的技術 去跟國家換一個權利回來 這個在專利的保護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因此一個東西 它如果已經取得專利權的話 就代表著它的技術已經公開 它就不可能再用營業秘密來加以保護 那營業秘密保護的前提是說 這個東西是不能夠公開的 它跟專利剛好相反 你必須要保密 那一旦公開對不起就失去秘密信 你就沒有辦法在營業秘密上再受到保護 所以有些這個公司 它如何去運用專利跟營業秘密 來保護它的這個產品 其實要看它的研發的成果是什麼 通常在營業秘密的領域 所謂的還原工程 reverse engineering 這件事情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研發出來一個產品 然後你沒有去申請專利 你說我用營業秘密保護 好 你這從產品只要你上市 人家把你這個產品買了拆了 知道你這個產品內部的結構怎麼做 跟著去做 它不會構成對你營業秘密的侵害 因為這種情形 它是用還原工程的方法 去了解你這東西到底是怎麼做的 因此對於那種很容易會被 用還原工程的方法 去了解技術那種的東西 這種東西呢 你就不要去想說用營業秘密保護 你就乖乖地去申請專利 特別是說這種裝置 一個物品的這種裝置結構 它能夠達成某種特殊的效能 這種東西通常人家把 只要把你產品給拆了 就能夠知道你是怎麼做 這種呢 你就別想用營業秘密去保護 那什麼東西是適合用營業秘密去保護的 通常就是方法跟製程 一個製程製造的程序製程 就是一個化學品或者是醫藥品的製程 因為你要做這個化學品 如果人家把你的化 你做出來的一個新的化學品 拿去分析、化驗 他可能知道說你這個有什麼樣的成分 但是這個成分是經由什麼樣子的一個過程 來做成這樣的一個化學品 這個可能是從你成品去分析去化驗 所以看不出來 那這種形形這個製程 就很適合用營業秘密來加以保護 因為用營業秘密保護 縱使人家知道你這東西有什麼成分 但是這個化學品在製造過程中 到底是哪一個成分先加、哪一個成分後加 它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或者是說那它要不要加入催化劑 或者是它在化學反應的過程中 它需要的溫度是多少 那溫度這個什麼樣子的溫度要持續多少 它可能做出來的結果都不一樣 那這種你沒有辦法透過還原工程的方法去瞭解 這樣子的這種方法、這種製程 用營業秘密保護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一個產品的結構 通常就很難用營業秘密去保護 除非你有本事說我這東西做出來之後 我就把它封得死死了 變完全無法打開 那這個可能嗎? 不是那麼容易、不是不可能 據說以前這個日本就曾經這個開發出一個技術 這個技術是用在飛機上面、用在戰鬥機上面 美國好像這個哪一款 好像是F-16還是什麼戰鬥機 有這樣子的一個裝置 那這個美國人沒有辦法做出這樣的 這個裝置的功能東西 然後就很想知道日本人怎麼做 但是日本人又把它封得死死了 美國人不管用X光用什麼東西去照射 都看不到它內部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那後來美國真的還是很想了解它到底怎麼做 然後就用暴力開除法就把它給開了 結果沒想到日本人也早就料到這一招 它裡面裝了很多彈簧裝置 一開之後所有的零件掉至滿地一樣的 你還是不曉得它怎麼做 OK 你用本事做到這樣子 你用你秘密保護那這個方案沒有問題 那你如果不是這樣子那就算了 你還是乖乖的這個去申請專利的保護 那各種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的力道是不一樣的 那這裡頭其實專利是最強的 專利所能夠產生的獨佔的效力是最強的 那它的強表現在幾個方面 比如說一個技術 這個基本上除了例外的情形以外 原則上一個技術在全世界 只能夠有一個專利權能受到保護 那你說那這個話怎麼說呢 剛剛就有同學在問我 說如果剛剛講的這個Apple它有滑動解鎖的專利 在美國申請取得滑動解鎖的專利 那我們台灣的廠商 那我們可能沒有去抄襲它 也不知道它怎麼做的 那我自己開發出來也是滑動解鎖的功能東西 那我可不可以在台灣申請你的專利 那當然如果你所使用的技術方法 跟它完全不同 那這個是不同的發明 這沒有問題 但是你如果使用的技術內容跟人家的是一樣的 那你只不過是說我沒有抄襲它 我自己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氣去研發出來的 然後我要在台灣申請專利 對不起 No way 拿不到了 因為相同的技術已經有人在別的國家得到專利權了 那專利權得到專利權的前提 剛剛講過就是這個技術要公開 那在專利法上各國都要求要取得專利的第一個前提 就是這個技術必須具有新穎性 要有新穎性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技術在這個申請日之前 是一個已經公開的技術的話 那對不起 這個技術我就不能夠再給你專利權了 不管那個公開技術是誰的 只要這個技術是公開的 你就不能夠再取得專利了 因為專利權的保護它是要鼓勵創新 那你拿一個跟申請之前已經存在的 舊的技術一樣的東西來說要申請專利 那這個根本不符合專利法保護的目的 所以這個各國都是如此 你不可能在人家已經取得專利的情形底下 你還再去取得一個專利權 因此縱使說好今天你在台灣申請 但是台灣政府主管機關在審查的時候疏忽了 他不曉得說已經有人相同的技術 在別的國家已經取得專利了 他仍然給你一個專利權 有可能 但是在這個時候你也不要高興 你雖然取得一個專利權 但是你這個專利權其實是違反專利的要件 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來challenge你這個專利 可以舉發撤銷你這個專利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拿這個專利權要去告人家 那人家就是說你這什麼專利權 那個專利技術雖然你得到專利權 但是在你這個得到之前 人家早就在美國就已經申請取得專利了 所以你這個專利主管機關給你專利權是錯的 你的專利權不應該存在的 因此他把專利權把它撤銷掉 那你就被撤銷掉 你就沒了 所以其實專利呢 它的在這方面它的這個算是蠻特殊的 跟其他智慧才同不一樣 你不能夠台灣過去有很多的廠商 那經常呢就是在做研發之前 他不會先去做一些檢索 通常剛剛講的很多廠商是屬於中小企業 那老闆覺得說某種產品不錯 那就叫他的員工去開發去研發 然後做了之後呢 做出來了老闆很高興 就開始量產就來賣 那結果你一賣 這個純正信頒就過來了 人家就說你這個產品親愛我的專利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通常正確的研發的程序呢 就是說你根本在進行研發之前 你就應該要去進行一個檢索 檢索這個產品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技術 先前已經有哪些人就這些產品的製造的方法 他取得專利權 他的專利權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你要去了解 了解之後 然後你再去做研發 你才能夠避開人家的親權的訴訟 那這種情形在專利法是非常重要 一般把它稱之為所謂的回避設計 你在設計的時候要去迴避掉 人家已經取得專利權的這些東西 這個英文叫做Design Around 迴避設計 那甚至於在設計之前 你要去檢索全世界重要的技術的資料庫 要去建立一個所謂的專利地圖 知道說這個產品到底牽涉到多少相關的技術 這些技術到底由哪一些公司取得專利權 他說取得的專利權到底是在哪一些國家 他有申請取得專利權 你都必須要去了解 然後你才能夠去進行研發 要不然的話你不能夠說 這個我原先根本不知道人家已經取得專利 這個是我自己獨立開發出來的 所以這個我要獨立受到一個保護 或者是說我不構成精權 No 只要你做出來的東西是跟人家的技術是一樣的 縱使自己獨立開發出來 對不起 人家還是可以搞得精權 人家還是可以禁止你銷售你的產品 那這種情形在著作權的情形就不一樣了 著作權它保護的一個原則呢 它是容許平行創作 所謂的平行創作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譬如說照了一張相 或者我畫一幅畫 那畫完之後 那其實我畫這幅畫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從來沒有看過說 別人已經有照過相同的像 或者是畫過相同的話 那我自己覺得說這個 譬如說這種情形最容易發生在寫聲啊 或者是說自然景物的拍攝 那我就憑著我自己的想法 我獨立地去拍攝啊 可是拍攝出來的結果或發出來的結果 跟人家很近視這樣 在著作權法上這樣子是fine沒有問題的 因為著作權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說 你不可以去抄襲人家 OK 那如果你先前看都沒有看過人家這些東西 是你自己獨立創作的 那在這個時候 這個就叫做平行創作 所以說有時候在一些什麼文章啊 大家會看到說的書啊說 這個如果說有什麼著作 這個跟我的著作內容相仿啊 那這個就如有雷同純屬巧合上情見亮這樣子 那就是用這樣的方式說 這個對不起啊 其實我那麼不曉得你們的線性有什麼東西 那這個有用沒用這個是在說啊 這是書上舉證責任的問題啊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在著作權法上他保護的policy就是說 他可以容許數種相同或者是類似的著作 只要他們不互相抄襲都彼此定制 但在專利法上基礎上no no way 沒有這種事 那因此著作權他的所謂的排他性的這個效率 當然就弱了許多啊 那商標權 商標權的保護他的力道呢 其實就基於這兩者之間 那怎麼說呢 其實商標要看他是不是著名的商標 如果是著名的商標 他的保護就比較大 他的排他性的效率就比較強 但如果是一個不著名的商標 他的保護方法就比較小 他的排他性的這個效率就比較小 所以其實一個不著名的商標 這個可以被不同的人拿去申請註冊在 這個不同的商品上面 那這個只要這個商品 這些商品是不具有類似性 譬如說這個我們就舉個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小白 那小白是很常見的一種用語對不對 那這個小白這個某獎他去用小白這個名字呢 去申請註冊在譬如說服飾類 就是衣服小白服飾店 有沒有隨便亂舉的例子啦 那另外一個人覺得說這個小白也不錯啊 我去這個用在我家呢 在賣寵物寵物店小白寵物店 那一樣都是叫做小白 那一個是服飾 那一個是寵物寵物店 完全不同類型 而且小白也不是什麼知名的商標 那這種可以OK Fine 但是如果是一個知名的商標 你就不能這樣幹 你不能夠說麥當勞還不錯 大家都認得他 但是麥當勞好像沒有用在情趣商品上面 因此我們來開一家情趣商品 叫麥當勞請去商品店 可不可以?不行 因為他是一個知名的商標 知名商標它的保護範圍就比較大 它有那種所謂的跨類保護的效果 只要他是知名 你就不可以隨便把它拿去 用在任何的類別的商品上 因為這樣子的使用往往會造成 對他的一個這個商慾的減損 或者是對他的這個識別性造成減損 那這個是在商標的領域比較特殊的 那營業秘密其實它的保護性是更低啊 營業秘密呢 剛剛講的其實如果你願意可以去申請 可能若果專利的保護要求你可以去申請專利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不願意去申請專利 那為什麼不去申請專利 你會覺得說你去申請專利不錯耶 國家給你一個排他權啊 你可以去告人家對不對? 聽起來還不錯對不對? 問題是說我要去告人家 第一件事情我要花一筆律師費 然後我要去收證 然後呢告得贏告不贏還不知道 告贏了法院會判賠多少錢也不知道 然後呢縱使法院判賠了 說不定他就倒了 那我要不到錢也沒有用 那怎麼辦? 但是最好的這個方法我就是 根本我不要去申請專利 那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 那不大家不知道怎麼做就不會有人去做 那不會有人去做我就不用去抓心權 我不用去告人家 那市場都是我的 Perfect 對不對? 那這裡頭此中巧處就是可口可樂嘛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可口可樂是很多人都愛喝 但是沒有人知道它的配方真正是什麼 雖然前一陣子有人號稱說 喔 這個有秘密啊 這個流逝出來了說這配方是什麼 但是也沒有人真正去驗證說 這些配方到底真的是假的 說實在的 人類的技術說科技發明到哪裡去 已經進入已經這個發射到那個是什麼 土星嗎還是火星?火星 火星 土星更遠嗎? 土星更遠 但是沒有登錄啊 我說登錄的是火星嘛 人類的科技是很發達 沒有錯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如果去化驗這些東西啊 剛剛講的 可口可你每天都愛喝啊 你有本事他就每天給你喝啊 你有本事你去化驗啊看你怎麼做啊 有沒有人做得出來 沒有人做得出來啊 那就不要講可口可那麼複雜的東西啊 有人說你如何去分辨一瓶牛奶 它是鮮奶還是用奶粉泡的奶 這個無從分辨 那我就說欸不對不對不對 聽說幾年前有個北一女的學生 在一次的這個什麼科展上面 他展出了就是說他如何去分辨說 這個牛奶它不是用奶粉泡的 它是鮮奶這樣子的這個技術 那結果一位農委會的一個退休的一個高級的官員 跟我說那不是真正有效的這個鑑定的方法 他說農委會就曾經廣發英雄鐵給全世界 誰可以這個發明出判斷這個是鮮奶 或者是奶粉泡的給他獎金 一直到現在沒有人做得出來 光光是這種事情都沒有辦法化驗 你要去化驗說可口可樂怎麼做呢 別想對不對 科技很發達沒錯啊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多比較弱的地方 你們都一定會覺得說很不服氣對不對 就說回去泡泡看啊對不對 可能會覺得說還不簡單 那牛奶泡怎麼會有顆粒啊對不對 開玩笑啊 這個但是你技術比較差嘛對不對 那真正人家技術好了 可能用機器去攪拌你真的就不容易 這個發明出來它到底是不是本來就是鮮奶 或者是後來跑出來的 所以營業祕密呢其實雖然說 欸 剛剛講的你用營業祕密保護有很大的好處 你專利最多的保護就是20年 我營業祕密我能夠吃個上百年 保護個上百年 是啊 沒有錯 但是你就要設法讓你的祕密 能夠繼續保持下去 那這個是你自己要承擔的風險 所以如果今天別人用合法的方法 包括剛剛講的還原工程 它就真的有很好的一器設備 然後去化驗你可口可樂怎麼做的 然後真的有這個能力 就做出跟你一模一樣的可口可樂出來 然後它就在市場上就在賣可口可樂 賣不要叫可口可樂 它不能叫可口可樂 因為這個型態商標 它叫什麼什麼隨便可樂啦 那在這個時候 這個人家是不會構成對他商標 對他營業祕密的侵害喔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就是說 這個你自己要去承擔這樣的一個風險 就是說如果人家用這樣的一個合法的方法 就能夠得知你的技術的內容的話 那你是沒有這個權利去禁止人家 那但是你如果今天譬如說它可口可樂的配方 它是取得賺利的 那任何人他做可口可樂 跟我一樣的可口可樂配方的這些東西 我就可以去禁止它 所以營業祕密其實它是一種滿低度的保護啦 它在保護它所禁止的 唯一禁止的一件事情是禁止別人 不可以用不正當的手段來取得你的營業祕密 不可以用派那個什麼經濟間諜spy來窩藏在你這邊 或者是說去派這個小偷到你的公司裡面去偷東西 或者是說這個駭客入侵 這些都叫不正當的手段 但是如果人家用正當的手段 像剛剛講用還原工程 或者是說人家就很好心的到你的公司去幫人家收垃圾 很多營業祕密就藏在垃圾裡頭 因為很多人其實不見得會那麼碎紙化嘛 那送碎紙化它也有本事把它拼湊起來了 只要能夠拼湊出幾個password跟username的話 人家就發了 對不對 就整個就能夠進入了 那誰叫你丟垃圾的時候 你不去好好的去處理管理 那這個是你家事 人家去收垃圾是合法的 分析垃圾也是合法的 你不能夠說 他因為這個檢測我垃圾 然後知道我的營業祕密 我要告他營業祕密 No 人家這個叫做合法的手段 所以這個它的保護其實是滿低度 更專業的進行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這些 好 那雖然時間不是很多 那要跟大家談一下說 為什麼會有智慧採權呢? 其實智慧採權也都是在 大概就是在工業革命之前 或者是之後或者之前的幾百年 所發展出來的 其實在過去你說世界上 有古文明的國家有多少 但是有沒有發展出智慧採權的制度 我們就有說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國文化 你們都知道吧 中國歷史幾大發明 四大 五大 你們還記得嗎? 你們都不是社會主的嗎? 那是什麼?火藥算嗎? 然後呢 指南針 造紙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造紙跟印刷不差不多嗎? 不一樣 不一樣 OK 真的嗎?這是什麼嗎? 那魂天儀不算嗎? 不準 OK 好吧 那你說的 不是我說的 那這幾大發明都很重要 但是請問在中國有沒有專利制度? 沒有 中國的文學發達不發達? 很發達 詩詞很多啊 這個什麼 燒課文人很多啊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中國有沒有著作權? 沒有耶 中國有沒有商標權? 其實有商標的概念 但是沒有商標權 像你們看電影啊 或者看那個什麼連續劇啊 譬如說經常會演到說 這個有誰然後呢 考上科舉對不對? 然後要到哪裡 就被派到哪一個省啊去當官嘛 對不對? 那古代人就是哇 這樣子就 就全家浩浩蕩蕩蕩 這個一對車就這樣子 這個要不要跑幾百里這樣 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救任你知道嗎? 他全部加當在上面耶 這是肥羊你知道嗎? 因此那些都是盜匪很喜歡去搶的對象啊 那這個時候他就要請保鑣護鑣啊 那保鑣在這個時候很重要 就是說你到底請的是有利還是沒利的保鑣啊? 你如果說今天請的是真的很有利的 他只要保鑣在最前面拿著一根旗子 譬如說這個保鑣姓鄭了 鄭了 大家看到這個文風上來 那你就Safe了對不對? 如果說拿一個哇 謝 沒什麼路用啊 這個人家可能就來搶了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一種什麼 就是一種上標 就是一種標示啊 這些護衛的就是現在的保全業嘛 對不對? 那用這樣子的這個標示是有那種 但是他們並沒有真正形成一種 譬如說像上標的註冊的這些制度 那同樣的古文名還有很多啦 譬如說埃及的古文名 對不對? 你們這一輩子一定要去埃及看一次 去看看說What is金字塔這樣子? 金字塔從照片上看的跟眼睛看的 跟手去摸的完全不一樣 我去摸過看過金字塔上面的石頭 每一塊都比這個桌子大 你看多重 你要這樣子疊起來 有些人可能會跟我講說老師你別傻了 那根本不是地球人座 那外星人座了 我相信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在古代的埃及文名 也沒有什麼專利制度嘛 那專利制度這一些 基本上就是從歐洲這樣子發展出來的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繼續講 謝謝大家